祝您在话语中蒙受恩典 朴玉珠牧师的马可福音讲解 于每周五下午五点准时播出 每周六上午九点半重播 如果您需要信仰交谈或带导 请联系好消息纽约教会 各位好 在圣经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 这四本书都在讲耶稣的内容 非常感谢的是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耶稣 还有在马可福音所讲的耶稣 还有在路加福音所讲的耶稣都不一样 事实上最细腻的就是人的内心 在人的心里面 在各个不同的方向来介绍耶稣的这个部分 圣经学者们说 这马太福音把耶稣描绘成犹太人的王 从东方的博士们来的是我怎么说的呢 作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 从东方看到星星来敬拜的 马可福音把耶稣描绘成神的仆人 耶稣就像路普人一样在马可福音做的 现在重要的是这个摊子呢 朋友们呢 背着这个床呢 来到了加白东的耶稣的家 人们聚集的太多的缘故 就算门口也是没法容身 那么非常的意境 就是光着一个人呢 进不去 带着这个床进去是不可能 也不能踩着人进去 想了一下到了这个屋顶 然后拆了这个屋顶呢 然后把这个床坠下去了 有些地方盖房子的时候呢 在屋顶上只放这个瓦片 这样的家的话会容易拆下来 但水泥地的这个家的话 就是不能这样做 我呢不太清楚 当我去过这个加白东 我呢看到了在加白东这个会堂的地址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会堂 已经是全倒塌了 只剩下了几面墙 平衡的那种家庭 好像是一般的这个家庭 觉得拆这个屋顶是并不那么困难 不需要用那个斧筒去砍 反正在这个耶稣面前把这个瓦子给堆下来了 他们愿意的是 不太关心这个罪的事情 重要的是机制这个瓦子 如果耶稣就按照我们所要求的去做的话 现在把这个病治好之后 然后说我们的罪业赦免了 会这么解释的 但耶稣并没有这么说 在治好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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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你的罪涩了 要讲这个事情 耶稣想在我们里面做工 有耶稣要想在我心里面做工的话 有需要的条件 耶稣到了加利加拿到婚姻宴席上 葡萄酒不够了 现在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 我们没有葡萄酒 耶稣怎么说了呢 不然你与我有什么相关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太能了解这句话 但这个玛利亚马上就能明白这个事情 要想让耶稣的这个时候到的话 那么做事情的人 要和耶稣成为一条心 要想耶稣在我里面做工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耶稣和我传对同样的心才行 如果耶稣和我的心是不一样的话 耶稣做不了工 马卡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看马卡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的话 我相信耶稣能治好我的 在这里面虽然没有讲这个内容 耶稣要治好我 但我心里面也产生了 能够治疗我的心的时候 那么跟耶稣是一条心 在这个内心的世界 产生什么作用 所以耶稣能够治疗这个病 也愿意治疗 但耶稣觉得 我不觉得耶稣就不了我 这么想的话 那么耶稣所想的和我所想的不一样 那么耶稣就做不了工 所以耶稣经常对病人说 你信吗 照着信息是常怀的意思 当你相信我坏的时候 这个心和耶稣的心成为一条心的话 耶稣就在我的心里面拿着同样的心 能够开始做 耶稣在治好这个病人之前 耶稣想和这个病人 用有同样的心 这个病人有可能以为自己犯了罪的人 因为自己的罪能会是这样的 人们认为按照自己的行为 结果会成为这个的来源 在约翰分第9章 耶稣遇见了瞎子 那时候门徒们怎么说了呢 这个瞎子是一出生就是瞎子 是该在患者的罪哦 是他自己的罪呢 还是胖子的罪呢 这要是陆院的罪呢 如果这个面穿了 Cox 那么父母应该变成瞎子,为什么是这个人? 这人不太成立,在肚子里面能犯什么罪呢? 这个话解释不了,也是问啊,大部分人呢? 啊,因为我犯了罪的缘故,所以我遭受了这些问题,因为我做好的缘故,我蒙福和耶稣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也不是这个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只要在他身上献出神的座位来 这是非常美好的话语,各位想法的这个病人,对吧? 现在耶稣呢,对这个病人,他有罪 他有罪,对这个心里面觉得我有罪,很难有这样的心的病人 这个病也是重要的 但是它是主要的罪,但全世界是罪的罪,才是罪的罪之中的罪 因为耶稣的罪是罪是罪的罪,因为祝福的罪是罪的罪 但是他没有罪是罪的罪是罪,而这次的罪是罪的罪 但在永远的罪是罪的罪,但在永远的罪的罪是罪的罪 但当决定耶稣是罪是罪的罪是罪的罪,但当决定耶稣是罪是罪的罪,然后在永远的罪是罪的罪 所以这个病人,已经罪了罪了罪了罪 耶稣说 你们只是在过人生当中 我们说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呢 然后说我的罪 如果耶稣被定死亡的话 我还是罪了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在实际上 这会是失败了吗 这完全不成功 但今天可惜的是魔鬼欺骗了许多人 虽然耶稣被定死亡 还在说是罪人 在务事当中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因为这个变成了这个主流 当我说因着耶稣都学罪的赦免的时候 有人说我是义团 对 和耶稣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事情 假如耶稣被定死亡的话 我们还留为失败了呢 那么这是说耶稣的实际上是失败了 还没有赦免 没有任何效果的意思 这是多么侮辱耶稣的内容啊 人们是怎么想的知道吗 啊 这是谦虚 啊 这是非常高 如果耶稣说罪了赦免的话 应该说是赦免了 啊 是罪人 这是多么多么骄傲的事情 这是正面的敌对耶稣的话语 看《列王记下》第七章的话 看那里的话 这撒马里亚城因为被包围了 然后因为欺恶呢要死去 但神的仆人以利沙说了 各位请听耶稣耶和华的话语 耶和华如此说 名利约到这时候 在撒马里亚城门口一下西面要卖银一舍可乐 这真的吗 太感谢神 我现在活了 我们的地全都要饿死了 但现在我们能活了 非常的高兴 那时候有人泼凉水 谁 王的长官说 王的长官说 即便耶和华十天开了光顾 也不能有这事 罗绘就是这么说的 神的话语说 民遇到这时候 在撒马里亚城门口一下西面要卖银一舍可乐 我们是国狼 但罗绘总是想否定的话 就是不形式的 圣经里面说 耶稣在使架上赦门我们的罪 魔鬼非常巧妙地骗人 耶稣虽然被定使架了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还是罪人 这么说的 耶稣说 耶稣说 你的罪赦了 小子 你的罪赦了 不是的 我是罪人 这是谦虚吗 这是谦虚吗 这是好的吗 不是的 这是被魔鬼骗的 在我们里面 不管有什么样的想法 和耶稣的话语不一样的话 是咒诅的 我们看的时候罪人 没错 我们看的时候罪人 没错 耶稣难道能撒谎吗 那么在十字架上是白白地死了吗 不是的 祂为了赦门我们的罪来的 被定使架上死了 如果我们还是罪人的话 那么就是说 耶稣的使架是失败的 没有比这个更可恶的 没有比这个更错误的一句话 侮辱耶稣的使架 侮辱神的主意 是非常大的罪人 不是的 这是耶稣的话语 小子你的罪涉了 请相信吧 神的话在圣经里面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谋神的恩典 借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我们是犯了罪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 神在十字架上说 你已经洁净了 你圣一人了 你圣洁了 是神说的 耶稣说 你罪的圣神 不是的 我是罪人 这是谁啊 是十字架的仇人 你的罪涉了 在纪念了 不是的 神主啊 我是罪人 今天许多人不知道多么的侮辱耶稣的十字架 不信的十字架 别忘了 非常可恶 哪有比这个更可恶的呢 比起偷窃 奸淫 比起杀人 更可恶的是 践踏耶稣的十字架 为了赦免我的罪 而被钉着而死了 耶稣完美地洗净我们的罪 不是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没能够洗净我的罪 不是的 我是罪人 耶稣失败了 他白白地死了 他没能赦免我的罪 这是多么的可恶啊 真的是非常羞愧 各位难道不是吗 现在打开圣经 丢弃你们里面的许多想法 把复杂的一切都丢掉吧 只接受神的话语 耶稣对这个摊子 你罪得赦了 耶稣不只是这位摊子 对形影的妇人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耶稣今天也对我们这么说的 他对你也这么说的 耶稣对这个摊子 你罪得赦了 这个摊子呢 是我们的代名词 能理解吗 想对我们讲的话语 不能够一一地都说不是吗 在圣经里面 一瓢一注目 他罪得赦了 瓢方圆罪得赦了 不能把地球上所有的名字都写上去 所以他用这个代名词 所以对这个新颖的女人说罪得赦免了 所以摊子说罪得赦了 耶稣说这个摊子罪得赦的时 也赦免了约瑟牧师的罪 我的罪也是赦免了 所以我的罪是赦免了 这时候耶稣的心和这个摊子的心变成一个心 从那时候开始 摊子呢 对摊子主能做任何的事情 你罪得赦免了 不是的 我是罪人 这完全不同的心的话 耶稣做不了任何事情 耶稣所以 在加利加拿婚宴席上没有葡萄酒 玛利亚对耶稣说葡萄酒没有了 耶稣怎么说呢 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什么意思呢 要接受耶稣的话语才行 那时候玛利亚明白了那句话 对下人们说 对你们不管吩咐你们什么 照着去做 不要判断这是对还是错 你不要判断要这么说那么做 判丢弃这个判断 接受耶稣的话语 在那里这个吓人们 虽然自己认为是不对 但拆毁自己的想法 接受了耶稣的话语 耶稣开始做工了 把水倒满这个水缸 可能那个村子有这个井水 可能旁边的水倒过来 倒在缸里面 把这个六个水缸都倒满了水 现在把水摇给这款宴席的 下人们想的时候 要想给这款宴席的呢 应该给这个葡萄酒 给水的话 会多么的发火呢 可能会被责备的 可能会被打的 起了很多这样的想法 玛利亚说 凡他吩咐你们什么就要做什么 不要跟着你的想法走 照耶稣的话语 我也想讲这句话 玛利亚对下人们说 对听我讲到的所有人 不管耶稣讲什么话 照着去做 你的罪射了 相信吧 现在这下人呢 摇了 把水摇给他们 下人和耶稣的心 心是不一样 下人觉得 不能够把水摇给管宴席的 应该给这个葡萄酒 但玛利亚的话 使这个下人和耶稣 成为了同样的心 不管吩咐你们什么就做什么 是 我也像玛利亚一样 对各位讲 耶稣对各位讲什么 直接相信 耶稣说 对看着麻风病 说了 小子 你罪得赦了 我19岁的时候 我出生在这个日本时代 当时美国和日本在战争 沃克纳瓦南方的这个美航母 那天早晨B29轰炸机三台飞起来了 一台往这个东京 一台往长椅 一台到了广岛 所以首先到这个东京的飞机 向这个航母联系了 我现在军队的时候接受了这个摩尔斯电马的教育 然后学到了这个关于这个摩尔斯符号通信的这个历史内容 然后到达东京的飞机 通过这个摩尔斯电马呢 说到达了 然后每航母上面的指挥部问 这东京天空有多少云 然后他们听 数字出来了 这是什么呢? 数字七 天上有百分之七十的云 天上有百分之七十的云的话 他们投放不了原子弹 因为投放原子弹的话 会出来非常大的火柱 一不小心这飞机会烧掉的 因为要飞得很高才行 在云底下是不行 所以航母上面呢很担心 那 Nagasaki 长椅出来吧 这里是长椅 有多少云呢? 猪 多多多多 百分之六十 啊不行 不行 嘞 最后 庞岛 在庞岛对方 这是庞岛 有多少云呢? 他们去听 这个非常尖锐的西多无流声音呢? 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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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章章章 土章章章章 一是土章章章 土章章章章 三是偷偷偷左 四是偷偷偷 mov 五是偷偷偷 六是主目的 七是猪抖 八是煮绝绝 九是煮绝绝绝 零是主目的 所以现在广岛上高 recogn makes 30% 零是お水中š dil 现在广岛上空有30%的云 零在广岛上面可能会有 30%的云 到这个广岛的飞机叫Enola Key 这个驾驶员在美国做这个像广岛一模一样的地形 然后训练了一个月 战争不是随便的 当投放原子弹的时候 现在比起一般的战争会流少量的血 就算战胜了也是 不管是我军还是敌军不流太多的血才是好的战争 所以现在尽量少留一点血而战争才是有能力的军人 当原子弹结束战争的时候 在那里要开始这个战斗 现在Enola Key号就是降低了高度 转了一圈港岛找到了这个地点 然后升到升非常高 升到了非常的高处 然后投放了炸弹 人类第一次投放这个炸弹 这广岛去年没剩下任何一个房子全都给飞走了 之后呢非常热的这个浮射热 许多人跳到这个广岛江 成了死了 在广岛只剩下一个这个用铁做的建筑物 战争是非常凄惨的 所以战争结束了 耶稣的十字架结束了这战争 十字架战胜了 我们的罪赦免了 应该相信这个 魔鬼狡猾地欺骗了我们 唱着十字架但是说是罪人 耶稣赦免了我的罪 我的罪赦免了 圣经都讲了无数次 但魔鬼骗了我们 读着这个圣经 我确信我的罪赦了 成为没错变成圣经了 我相信了 从那时候开始 耶稣和我的心有同样的心 耶稣开始在我里面做工了 自从这个贪子 罪得赦免之后 耶稣和这个贪子 成为了一条心 有没有学到圣经是没问题 今天主对各位说 你的罪赦了 撇弃所有的想法 原原本本地接受这个话语 主要感谢您 我的罪赦免了 我相信 请相信主的话语 谢谢 祝您在话语中蒙受恩典 朴玉珠牧师的马可福音讲解 于每周五下午五点准时播出 每周六上午九点半重播 如果您需要信仰交谈或带导 请联系好消息纽约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